長腳蟹、大板燒、韓式飯卷 說什麼活動有這麼多美食呢? 今屆在西環湖廣場舉行的美食節已經開始了 今個月9日至25日足足有17天 這次一共設有五大美食街 最特別的是增設了新加坡村 喜歡南洋美食的朋友 今次又幸福了 好像沒有去年那麼多人 可能剛剛開始未夠 未到賽車比賽期間 沒那麼多人 今次是新加坡 可能我比較喜歡日本的食物 新加坡的食物 沒吃過 都應該挺好的 現在已經花了差不多五百元 都不太多 除了可以品嘗澳門和異地風味的美食之外 當然不少得有表演看 和可以體驗他們的文化 美食加上有表演看 攤位的生意一定很好頂 今年我們第一次參加 感覺來說都不錯 今天星期日 人流現在就越來越多 夜晚一刻 應該晚一點會更加好 因為我們昨天 星期六都很爆 有些東西都賣光 一天都是萬來兩萬元 人流都挺旺 很多大陸的遊客 還有鄰近賽車 那幾天應該會更旺 而今年大會另一個新賣點 是全面採用電子支付方式 市民只要有任何銀行發出的 銀聯閃付卡 微信支付 或者是中銀銀聯運閃付 嘟一嘟就可以馬上付錢 真的會方便 不過昨天就出現壞些的情況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會影響到一些速度的問題 它慢慢下來了 沒有辦法 那些是故障問題 那便收現金 那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而已 而今年大會亦都非常貼心 大家吃飽之後 不用趕迫巴士 因為到時會有免費的穿梭巴士提供 還有四條路線選擇 大家就可以放心慢慢享受美食了 你贏為 MeinBase 、「問題如何fly carry!」 通訓嗎你知道我為何傳統非常興障礙 那些幸運的勝負 哪些公 Chemistry